推几州女警高喊 立委助理的手挫放她胸口 这句提醒让黄国昌听了不开心 推凶事件爆争议 立法院审查总预算案实力提案讨报告 认为报载不实 见指女警以性别弱势之名 阔阻民众进入城抗区 要警方一个月内给交代 遭批评藐视女性 实力被质疑缺乏性别平等观念 也打压女性表达权 实力谈言用词不妥 已经撤回提案 只是对比女警执行勤务 不管是一对一 还是和男同事一起 合力将承抗民众抬上巴士 强制取离立委身材娇小的女警 也奋力扛起黄国昌 戚风苦雨中为安 女警都没缺席 不过看在实力立委眼中 竟像是警察对抗议群众的武器 提案比警政署说明 就连禁制区影像外流 实力放话 两个月内要看到报告 三个月内检讨远警 执法粗暴 大刀挥向警政署 被外界解读 侠院报复 用杀文主义 抓女警忌棋 记者梁文斌 谢文翔 邵玉敏 台北云林报道